B.B.C.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科學院行教新題目》 《原諾百分百》 我是韋婧 歡迎收看 我們有一個新單元 來 來來來 新單元叫做 師傅09救我 這個單元呢 就是陳寗九跟邱鋒哲呢 會挑出一些比較經典的 狼人殺的戰役 然後來復盤 復盤給大家聽 教大家怎麼樣玩狼人殺 可以讓你周遭的人覺得說 他是高玩 他很厲害 沒錯 他會教你一些小屁股 對對對 復盤 那每個 在12月21號起呢 每個禮拜六 晚上九點 這禮拜六就有了 晚上九點喔 只要上我們那個 娛樂百分百的 官方Youtube 好不好 訂閱 訂閱 小鈴鐺 你每個禮拜六晚上覺得你叮叮叮叮 師傅090就我就會跳出來這樣子 教你怎麼玩狼人殺玩得更厲害 所以這個禮拜六是第一集 對 第一集 好期待喔 首播 大首播 我也要看 而且你們有加我們娛樂100%的IG嗎 他有放他們那個預告片拍的超好的 你說那個邱鋒哲跌倒了 他怎麼會演跌倒 對啊 那個跌倒好像跌得蠻凍的 好真喔 超級真 所以我就很期待這個小單元 每個禮拜六 好不好 每個禮拜六晚上九點 大家記得 官方Youtube 沒錯 接下來呢 要謝謝大家那天就是 有看我們直播 或者是有來現場參加我們見面會的人 是是是 我們一個都家阿烏龍人殺精彩 不是精彩 我怎麼會看到精彩 精彩 哪裡有精彩 阿烏龍人殺 有啊 有精彩啦 有 你沒看錯 阿烏龍人殺粉絲見面會大成功 精彩見面會全進入 我們12月27號才會 對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這短板的 娛樂百分百 阿烏龍人殺舉辦首場見面會 由小豬 羅志祥 帶領主持群和高腕們 和粉絲近距離互動 騎士把… 這不是直播的節目嗎 可以這樣 騎士把妳騎走 妳就是公主 妳就大聲喊說我的騎士在哪裡 然後妳就說我來了 快把我帶走了 怎麼帶走 看妳 對 看妳用什麼方式 公主抱 準備 開始 妳先發聲 我的騎士在哪裡 我來了 快把我帶走 只能說這些粉絲真的太幸運了 能和偶像們一起玩遊戲 又能看到精彩表演 還能親眼目睹狼人殺 亞洲舞狼發言了 但我不是狼 但是呢 我先說說我要跟主任凱樂姐 偉晶跟宇晨說謝謝你們 給我們其他玩家 有這個平台跟粉絲這樣子互動 OK 首先跟你們說是謝謝 沒有… 那接下來我要來 認真的發言了 走… 那其他玩家 我只能跟你們說說 Sorry Sorry Sorry… 不過是說要在粉絲面前面殺 她可是跟平常錄影不太一樣呢 等一下第一次在粉絲面前玩 你要留下 現在心情會緊張嗎 我現在心情是有點複雜 妳說 怎麼了 因為今天訂你發信貨 對 凱樂今天玩會緊張嗎 因為這多人練習玩 大家見證你的實力喔 還是會耶 因為就是很多粉絲就想要看我 就是本人進步到哪個程度了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路超前了 害我現在還是有點壓力 會不會怕那種 譬如說你睜開眼睛 或是他們在講說 有些在這邊笑 就會覺得說他們知道 對 所以這就是 所以這可能要是會 沒有 其實在粉絲面前玩的這一局 也不用太認真 我們就當作是一個放鬆娛樂的 對… 沒錯 粉絲開心最重要 不過沒能參與到 這場見面會的粉絲們 也別難過 百分百完成紀錄精采表演 跟幕後最搞笑的花絮 還有大家最期待的狼人殺 記得鎖定12月27號晚上8點的 娛樂百分白 到底是誰 並不變 什麼 謝謝 發達採訪處 蔡醫房報導 27號有全紀錄喔 是的 而且那天我真的最驚訝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台上玩的時候 底下真的沒聲音耶 對 因為我們本來一開始有擔心 就是我們在上面面紗的時候 會不會台下的粉絲打Pass啊 或者是他們做出很驚訝的臉 一點點呼吸聲 對 結果完全性的沒有 完全安靜 都是超專業的 對 大家真的超專業的 而且我下去就是 結束之後我就看他們留言 他們就說他們其實好幾度 好想笑 對對對 然後憋住 真的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真的很棒棒耶 真的好想再辦好多場喔 拜託 他們刷小巨蛋 小巨蛋 好 小巨蛋 後面的人撒音想要累死了 對 真的 工作人員辛苦你們了 辛苦了 辛苦了 那天真的很厲害 非常專業 很棒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 要休息了耶 是的 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有一起送來的特別來賓喔 一起送啦 歡迎特別來賓 帶來的姑娘 帶來的姑娘 喜歡從滿滿廢 喜歡從滿滿肥 意在乾寬中不黑 為一笑的人憔悴 Do you want to play Do you want to play Kunia you want to play Kunia no kunia I need you to love Kunia no kunia I need you to love I need you to love 哈囉 大家好 好近喔 美食哥好 你好 美食哥好 今天是為了演唱會而來的 是你 是的 演唱會是不是有個主題叫做 瘋狂上班族 有什麼用意嗎 Just call 因為就是平時我看我的同事們 他們就是每天上班就是工作很辛苦 然後每天都加班加得很晚很晚很晚這樣 都沒有時間好好的釋放一下壓力 那我就覺得就是說 他們下班的時候就直接帶他們去 Party一下 大家都不要回家都不要準備 所以演唱會感覺想要跟大家跟粉絲一起開場盛大的Party 對 就是下班直接來 你有沒有規定大家直接要穿那個制服來這樣 最好啊 最好 熊貓外送的那個制服 還是Uber Eats的制服 都可以啊 就按照你的那個 你的創意嘛 你自己發揮 就看要怎麼去打扮最像Party的裝扮 因為有些二位樓那個制服都襯衫爆炸菌 然後那個仔裙 很性感耶 真的有這樣的嗎 有啦 還是有很多 有一些那個大樓的一樓櫃檯的那個 櫃檯小姐都很漂亮 對啊 也是 而且我以為你今天會唱那個一朵花 這首歌很好聽耶 是嗎 可不可以唱一下 我可以幫你唱那個 你是很有教育意義的一首歌曲 真的 教育意義 好力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副歌還是直接 我幫你唱那個UNCLE好不好 你長得像我UNCLE 那個誰 我還是乖乖看我的保持法 嗚呼 哇 下班去聽他演唱會很爽耶 對啊 因為他的歌聲有一種很特別的Feel 會讓人覺得好像滿慵懶的 很放鬆啦 又很發洩的感覺 有點流行 很棒 真的 我覺得要適時的發洩一下 所以你工作壓力大的話 你會怎麼做 你都怎麼發洩 我都怎麼發洩喔 其實就是做別的事情 不要做你原本這邊 在中音樂或是寫曲也好 編曲也好 就覺得一直在那邊打轉 那你會去做什麼 譬如說頭皮SPA 沒有啦 你這個應該要很常維持吧 頭皮SPA超舒服的 他會拿一種特殊的 他會不會看到我的那個髮型就是 他就放棄了 不會 他會拿一種特製的梳子 就有一點木頭還是什麼的 然後那個梳頭髮那個地方粗粗的 然後他會這樣用力這樣刷你的頭皮 超級梳頭 會卡住的 這個應該 上面不能梳頭喔 媽只卡割了頭髮會卡住吧 會啦 我覺得梳子又會卡住 會卡住 需要每天洗頭嗎 還是要的 要的 蛤 可是你這樣吹頭髮 需要把下面吹乾嗎 要吹比較久的時間 告訴你怎麼洗好不好 有一種東西叫洗衣機你知道嗎 洗衣機 所以你把頭放進去然後按開 太玩笑了 差點相信 我差點相信耶 趕快開玩笑 臉書也還開玩笑 就是你還是洗 還是一樣可以洗 但是吹乾比較久 那會不會很重啊 對啊 因為它是積在你真的頭髮上面 頭髮洗水通常都會重 你不會看到髮機械有點高 你不會看到髮機械有點高 你會越來越往上拉 對 這個是 你會不會整頭變濕的時候 要這樣走路 倒是不會 太重了吧 不會那麼重 太重了啦 不會 演唱會 自己拉為主題 對 對 而且你剛剛聽外面的人說 那個馬斯卡哥有個玩狼人殺 對 你是有 玩狼人殺 我玩得不好 玩得不好 你最喜歡抽到什麼角色 我最喜歡抽到什麼角色 御言家 還是狼 御言家也蠻喜歡的 你喜歡當狼嗎 我嗎 我 我 對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喜歡當狼耶 他們狼 我不喜歡當狼 不喜歡當狼 對 我覺得不刺激 當然壓力很大啦 對啊 不刺激 我覺得村長不就要刺激 村長是什麼 沒有村長 村民啦 平民啦 對 就是平民 也可以啦 也可以 下次可以來玩嗎 拜託 真的嗎 真的啊 歡迎你來玩啦 好 那我來試試看 來 最後來參加一下 這個就是 我很不會學他們幫我一下 這個就是這個演唱會 然後我們12月20號 在華山的Legacy 有辦一個Round 3 就是熱派對的演唱會 是的 然後結果當天 就是 就當天 就當天會有新歌的發表 好的 支持 廣告回來 好的 精采的狼人殺 謝謝馬子凱 謝謝 謝謝 狼人殺見 Yeah